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于在生的人来说 这不少会有一些 你会觉得有时未必能控制自己的生命 越大就越感受到 但是如果小时候已经遇到这个问题 假如有自身伤狂 或者重病 甚至有时加上变化 如果来得很急速 也会有这样的冲击 而且这些有很多次是想到一起来的 我不知道你一来就会有一群 有些很极端的例子就是 今年死爸爸 明年就死 年纪大一点 我认为会想一下自己如何去处理这些东西 但如果年纪小 其实都会很难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讲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小孩或者甚至大人 他有一些很大的 生离死灭的问题 或者是自身的世世 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 我想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是全球的 就是普遍都很重要 全世界都是这样 有些文化处理这件事稍微好一点 有些文化就会比较 比较难一点 但一般来说 我自己个人觉得 有宗教上有比较强烈的文化就处理得好 这个有没有实证基础去测试 我又没有看过类似的频道 但我想其实是很合理的 譬如说一些的暴落 他们本身有一些宗教信仰 其实他们会了解到死后 他们有一个解说 即是有一个说法 死后会如何 他们也会看我们的生命是如何 我想宗教一定会赋予一个意义 在当中 因为我想很多人在心理里面其中一部分 就是他们不知道死后会不会重聚 或者会不会死者 亲人过身 会不会落了去地狱 或者有火炼 很多这些东西担心 我想如果有一个说法 有一个宗教的背景 是会好的 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就是如果亲人过身 如果那种邦灵 即凝聚 可以互相支持 因为宗教很多礼仪 透过一些礼仪 以及大家一起去哀伤哀悼 其实对一个有家人离世的亲属 他们互相互相扶持 是很容易会过渡到那几个礼拜 我以前也不明白 但我最后也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死的仪式 应该现在在大陆就没有什么 但是比如在香港 我们有很多东西搞的 是 整个过程本身是一个议色 它是会将你的悲伤 将它转移 是 我想有这个客观的效果在 是啊 我们所谓一个过程 你可以当它说是say goodbye 一个 就是和一个死者去拜拜 还有他做一些事情 就是好像最后一个阶段 去为他怎样去上路 那这个一来是此其一 二就是大家有一个gathering 可以聚在一起 就是互相去 你说互相support 可以哭的 可以有很多情绪都可以的 第二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通常如果亲人离世 或者朋友离世 你会有一个 即时那几个星期 你会有一种否 就是denial 你要否认这件事发生 如果你要否认一件事发生 你必须 最好就是有另外一些事情 充斥着你很忙的 譬如你要假扮 拿死亡证 又要去另围体 又要申请一些奴 焚化奴 整个过程是keep you busy 令到你很忙 其实可以令到你一段时间 丢下那种loss 那种爱伤 所以很重要的 这个礼仪的仪式 你刚才说的问题 大家可以深究一下 譬如对这些这么大的冲击 或者什么呢 感情的表露 是否有助于心理的舒缓 是 但是不可以硬斑斑 好像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特定的模式 就是你说出来 我简单的是哭 因为你有些文化不太鼓励 不准 不太鼓励日本 是 耐弱的意思 甚至英国人这种文化也很 他不可以去日本那种 不是说这个社会会前 但是我想他有点教导 感情的外露 他内念得很耐念 是否在心理学上来说 这个似乎不是对心灵的 卫生有比较好的地方 是的 因为一些负面的能量 情绪 在内里面 其实你对自己内里面的 organ 一些器官 其实很受压力 最容易感受到的是胃 计计可能是腸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 很不舒服 有些人会想作门 会吐 这个有生理上的解释 因为我们的神经线 其实都在内藏 所以大家不需要想些很神奇的 中国的诗词也有 你肝肠寸断 它不是有生理基础 因为那个在你的神经线 在那里 不只是在那里 所以太过内念 就是这个性格 它都是内藏 其实都不是一个 处理有情绪 特别有很大的挑战 其实都不是那么有利的 如果大家有一个文化 是容量有多些不同的表达方式 各样都是好的 每个人当然都有一个独特性 但是整个文化 是比较不鼓励这件事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如果比较系统一点去说 这个 譬如生理死别这个过程本身 如果是很快很突然 或者漫长的 对那个哨子来说 那个分别在哪里 这个评价 挺好的 是的 如果突如其来 我想很普遍的例子 可能是一些交通意外 又或者是被谋杀 这些都会出现的 那是突然间 好像没有了一个人 即是很离开 那和一些 譬如说他是病的 病很有趣的 病呢 譬如说我辅导过一些人 他家里我都曾经发生过 其实如果是好几个月 或者年纪 譬如说癌症 令到你有足够 即是家人可以陪伴 心理准备 是的 心理准备 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谓未完的一些说话 或者心事 你可以对那个病人去说 现在就甚至说 他录定一段东西 放在网上都可以 是的 这个就 跟以前很不同 是的 以前你甚至 如何追尸这个人 你发觉都是挺难 是的 但是太长 又会出现一个问题 譬如说两三年 因为你是那些照顾病者 即是你照顾病者 其实你是牺牲了很多 你自己可能的生活 社交 或者甚至乎 家里是有債務旁生 因为要去 很多医疗的费用 所以如果很长时间 对家庭 或者照顾者来说 是极大的压力 所以有时他们去世 即是家人 会有一种 好像是释怀 但是也都不 也都觉得自己很怪 是不是为什么会有一种 好像释怀 或者开心 自责 就是出现了自责 所以很突然间消失 合适的时间消失 和很长的时间才离开 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差异 对亲属来说 但是整个过程本身 就可以讲千变万化了 譬如说 那个过程本身 当事人他痛不痛苦 是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也挺大的疑问 就是说 譬如 他去世的原因 是很难解释的 举个例 譬如说 一个好人 突然间他被人 有一些意外 弄死了 我想一个很原始的反应就是 你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问题 本身会不会很纏扰了 他身边的这些 特别是小朋友 或者年轻人 我想尤其是他自杀 我譬如说 我辅导的那些 就是小孩子 全部都是小学的阶段 妈妈自杀 会问的 就是他也会自杀 还有 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 就是 妈妈走了 甚至有些 有些没有解释 是 就是你平时见他 你想不到有这个结局 但是突然间有一个 我想甚至可能 这个问题是中生 会 carry 是的 可以带着中生 所以问题就是说 可能他往后的人生 就会去 find out 去找回 就是有没有一些珠斯麻跡 或者妈妈 知不知道 或者爸爸的朋友 或者一些老朋友 会不知 一边去找 然后自己也会 给到一个意思 但是突然间 都要看 是那个 都是要看那个因素 是他自己解决了自己 别人 就是 杀了他 还是一个交通意外 至少這些是自然死亡的 交通意外也不是說有人刻意 其實是容易過渡很多 反而未必是在死者對子女的影響 可能是死者離世後對配偶影響很大 或者情緒多數有抑鬱症 可能是抑鬱症的父母影響子女是更加重要的 譬如我自己的輔導也有十幾個病人 他不是很多時候直接因為爸爸媽媽過生而影響自己 是因為影響了配偶 繼而出現很多所謂的家庭結構就不同了 子女無緣無故就立即要做了一個家裡的領導人 取代了爸爸的角色要照顧媽媽 又或者是取代了媽媽的角色照顧爸爸 是被迫失社交 又要照顧弟弟妹 有很多這些壓力 是這樣出事多的 但是你說一些意外死是怎樣去死 如果是被謀殺是很難搞的 我聽說有些事情是很慘的 你只是去問自己是否會面對那件案件 已經是一件難事 是的 因為它裡面也牽涉了那個憤怒 它對死者的憤怒 也可能會對謀殺的父母 也有很大的憤怒 我們親人如果過世的話 也會有憤怒的階段 在所謂哀傷 很普遍地通常說五個階段 其中一個階段是有一個憤怒 有一個憤怒在當中 但如果他不是自然死亡 是自殺 或者是被殺 那個憤怒是佔很大的 遺留在那個 那個往後無論是伴侶 即是陪友或者是子女的 那個影響心理 大家都知道生離死離 這個就是人生必經的家律 只要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發生在你生命中 哪個位置入面 我估計如果譬如說最理想的 可能這個爸爸媽媽都很年紀大 他死得很安長 你自己有子女 理論上這個是比較容易接受 但大家知道很多時候 那個情況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你就要看我在哪個階段 我要面對這件事 其實一般人 他在什麼時候開始 會思考這個問題 和會自己去 令自己去接受這些 可以細分 我想都可以這樣算 可能分四五個不同的階段 譬如說早到我們說小朋友 即是說嬰孩 去到大約三歲左右 那個位置 其實如果親人過身 他們是不知道什麼 因為他們對死亡 是沒有任何的概念 他只是會覺得 即是他的看法 就是說爸爸如果是死了 他只是覺得爸爸是一個 在他走了 或者他工作 或者他不准 你甚至家人也未必跟他說 是的 也未有這個記憶 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嬰兒期 你也跟爸爸見過他 他的樣子 後來未必記得 是的 三歲前 其實不理解什麼叫死亡 三歲到五歲 這個位置 他開始會知道 就是如果利用一些 即是如果他是傷 傷之後會死亡 即是可以 例如你不斷打一個人 他會知道他會失去生命 例如他見到動物 見到狗 或是貓 其實他開始有一個概念 就是 死亡是跟一些傷害 即是跟受傷 是會開始有一些聯繫 好 再下 其實去到五歲 即是講小學的階段 其實OK的了 即是OK的意思是 他知道人是會 即是生物 無論是動物 人是會死的 但他未必是可以很表達到 即是如果 所以我們現在在那個階段 譬如小學 小學生 他的父母過身 或者他有同學過身 都有的 有時候可能 譬如說他有腦癌 那些同學 我都輔導過 一些小朋友 那些同學過身 那他會理解到 這是什麼來的 不過他不是那麼容易 會說得到那個 不開心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如果他是這樣 我會不會這樣 會 會 即是你害怕是害怕我們 不只是害怕 所以如果在學校裡面 那個工作去解說 他要給學生 要說得到 譬如說這個死亡 其實那個機會率 因為小朋友通常就好像 抬著力才說的 會不會自己都會發生這個病 或者會不會我都會失控 我可能都會自殺 即是他會想 但是所以家長 尤其是老師 其實是跟一些學生 是需要的 一些所謂debriefing 一些叫做解說的 一些group 一些小組 是幫那些學生 給他們一些數字 因為小朋友 他會很害怕自己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死 所以你要給一些數字 這個都很rare的 很少可會發生的 這樣就會好一點 去到中學 去到中學 其實就相當之接近 我們大人的理解 即是死亡 他唯一一樣的不同 就是他覺得死亡離他很遠 這個也是事實 他不會想到 即是死亡要珍惜生命 或者 因為他身邊的人 同學 或者他那個年紀的人 很少會死 其實人越大 你到二十多歲 三十多歲 就越來越多 收租的人死 其實你慢慢就會去培養 不要說培養 你會想 你其實剩下你的時間 或者突然間死了 那怎麼辦呢 你會安排一些東西 或者會掌握 把握 即剩下你的時間 是怎樣去過活 所以去到中學 其實跟成年人差不多了 他的表達能力 亦都相當齊備 即是他都可以說得到 所以我們通常都不需要借助 譬如我們上一次提過 可能遊戲資料 或者是用一些藝術資料 去表達 就不太需要的 在中學那一段 如果是小學發生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借助 這些 可能一些play 或者講故事 幫助他討論 幫助他表達自己的情緒 嗯 但是 那個 死亡的情況 他也要看 那個人跟你有多接近 是啊 但是這個接近 本身不是單純親人的問題 嗯 譬如說是你一個好的朋友 是 甚至可能這個朋友 你不認識很久 嗯 又或者那個 那個 你的親人 他雖然跟你很久 但是你對感情不太豐富 是啊 這個差別 其實是不是影響了 很重要 愛相其 或者所謂情緒的反應 會的 當然你越親密 越接觸得多 在情感上的聯繫 就影響最大的 譬如說我輔導 那幾個 他小時候 婆婆人一邊照顧 是被婆婆照顧 嗯 真的 那個婆婆離世 其實他差不多是叫 collapse 倒了 倒了 他會怎樣呢 他會不上學 會哭 他發生通常在小學 因為婆婆年紀都大 所以他也不想再建立一些比較親密的關係 因為他覺得即使是親密關係 其實很傷 會消失 這個就是最能夠說到的一件事 就是你愛得越深 就傷得越痛 這個不是代表對方傷害你 而是說 你沒有這種感情之後 心理上是很難承受的 對 因為那個支柱 或者他是一個 日日可能你會去記掛 或者你會想做些事 哄你婆婆開心 或者婆婆去做些事 他也知道你吃什麼 其實是一個很親密的人 那當這個人是離開了你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這個世界好像不再 即是很明顯地不一樣 已經是不同了 甚至乎我見到很多 是因為這樣照顧法 其實媽媽爸爸是不明白 即是自己的女兒為何會這麼傷心 雖然媽媽那個 是媽媽的媽媽 即是普通過身 但是媽媽也沒有女兒這麼傷心 變成這些位置 有時是會令到那些孫子 即是譬如我那個 那個女孩子 其實是會很不舒服 為什麼好像不能夠去哀傷 是原來哀傷都有一種規格 他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你理解不了我 是啊 是啊 相當重要 即是在一個輔導 或者如果你朋友 即是如果你有朋友去過身 你很重要要留意這個位置 就是你要讓他 即是被明白 即是在那裡說的話 其實你不要給很多批評 也都不要覺得他這件事是不合 即是不合 即是不合 即不正當的 不適合的 其實你給他可以有個空間 在那裡說 甚至乎如果你真的有足夠的成熟程度 你其實給他一些所謂的 即是所謂的 reframing 即將他所說的話 你都明白 讓他會覺得很舒服 還有他覺得不會有一種 即是有一些情緒 其實是不需要有一種尷尬 也不需要有一種自責 是相當之重要的 其實我們做輔導 在這一類的工作 這是很重要的基礎工夫 另外一件事就是 譬如說輔導員本身 他會不會覺得 這個記憶是 我們盡早抹走他 或者這種感情 我們盡早驅散他 會是一件 對當時人比較好的方法 即是剛才你說的例子 譬如說你的子親去世 他經常看著那張照片 經常賭蜜絲人 有些是極端度 縮起所有人都不動 就放在那裡 幾年可以 幾年可以 我們是否應該鼓勵他 譬如說 把這些記憶 首先逐步逐步帶走 即是他先拿走 這個位置很有趣 真的很難一概而論 太早和太嘗試 太容量 或者不提那個 那個 客人 或者那個受助者 其實都不是這麼正當的 因為有些真的很誇張 有些是在說四年 其實在說幾個月以上 你完全不動 他其實是有一種 應該這樣說 他可能本身自己都有一種傾向 就是我們所謂很沉醉 即是他很沉醉 不是沉醉 他是不斷重複那個畫面 就是當那個未過身的人 我們跟他相處的時候是怎樣 講過什麼 他不斷都是這樣的思綴 但是如果這件事是維持超過三個月 或甚至半年 他是完全維持一個這樣的生活 這樣生活下去 其實他簡單來說就是 其實他生活不了下去 他根本是困住了 在一個空間 或者那種思維 他經常不是勉壞 我覺得他是不想 或者不能夠去重新 即是生活 在那個狀態 其實是不健康的 通常會搞到會有抑鬱症 而且他在社交上 他不會接觸人 甚至上班可能都受影響 他可能保持一個很最低的 維生到 生存到 夠過保障 集束 這樣搞的話 其實是會有病 嗯 太早也是一個問題 即是你太早去叫他 你回去收拾東西 或者在扔一些東西 其實都不是可取的 因為那個哀傷期 其實是有幾個星期 或者甚至乎去到三四個月 這個都是合理的 當然你都會跟不同的文化 會有影響 比如在美國 他不會 他很多時候會覺得 照樣上學 保持一個 routine 是很併用力的 叫子女你回去 你不要想那麼多 那個也不是一個 給他有足夠的空間去癒傷 即是去安傷 所以那個位置 第一是有些因人而異 但是如果你說很籠統地去說 起碼如果你說有幾個星期 這個是合理的 你說如果長度超過一年 或一年多以上 都是這樣 其實要去跟進 即不是一個健康的情形 嗯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舉病為例 譬如癌症 我自己就是見過的 父母有這個病 對自己的精神壓力很大 是 即是 就算你說過了 即是 怕自己患痛的病 那個壓力很大 是 那面對這個問題 其實 是不是 都 盡量不好想的事情 會比較好些 嗯 都不 我覺得都不是的 如果那個 那個 因為真的會 譬如說我有基因的問題 譬如說我附導過 他媽媽是40歲 癌症過身的 那他發生事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十幾歲 那其實他真的要去 他一直都擔心 那 但是我就覺得 你這個擔心 你要把它變為一些 首先我們要承認 這個擔心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跟其他有些 擔心是不合理的 是的 要分開那個原因 這個是合理的 譬如說有些不合理是什麼 譬如說我附導 有些 父母有一個去自殺 他擔心自己會自殺 但其實那個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原因 他自己 他只不過是因為 他看到媽媽 是會這樣過身 那其實是否自己都會呢 那是一個不合理的 一個信念來的 如果那個是一個病因 如果那個病 醫生的解釋 也是會有一個基因的原因 其實就是實實際去行動 譬如說定期可能幾年 去到可能30歲 就開始做一些check up 就不要出現了一個焦慮 就是避開不想去 所以要看那個的原因 有一個會生生禮止 就是Angeline Jolie 他家裡有很多件 就有乳癌 他自己恐慌到 就直接割了 我就覺得有少許過分 這個人 但是很明顯 我覺得他的例子 就是一種很強的焦慮 是啊 是啊 太過 太誇張 那個medical advice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醫生怎樣去說 但是那個機會 就因應真的 那個情形而去配合 很簡單 他說我簡直不想遇到這個病 就是連一個有可能性都要避免 但是我又 就是一個國外人的角度 我就覺得真的有少少 會不會超過 那個精神壓力太大呢 所以我簡單說 生老病死這個 我們雖然這樣說 但是當事人的那種感受 是很難去用其他人去表白的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聽到一些就是 那一陣子就輪著來 他每當晚上其實已經很難睡得著 會害怕 還有會 剛才你說的那些畫面 會不斷在腦袋上重複 所以 如果大家 如果看這些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是要理解 而且有些感情 稍為會豐富少少的人 其實是相當相當之難過 是啊 是啊 好 第一次結束 我們回來講講 就是在輔導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我覺得應該要 的 但是 那你的感覺 就是這樣 我抱怨 你是這個 你 是 你 你 你